闺蜜出车祸住院,让我帮她回家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结果我一进屋,就被她哥当成了变态小偷,直接一个锁喉差点要了我的狗命 我气炸了,脏话都已经飙到了嘴边,却在转身看到她时,硬生生吞了回去 一是因为她的脸很帅,二是因为她没穿外面的衣服裤子 某个部位很明显 她还有腹肌,腿也很长 浑身散发着男性的阳刚气息,脸头发丝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我红了脸,想要别开视线,眼睛却好像突然不受我控制了,总往那个地方瞄 闺蜜哥哥很淡定,慢调思理的从柜子里拿出衣服裤子穿上 然后问我,你来帮静静拿衣服 她怎么了?车祸住院 她哥眉头一皱,我以为急了,结果她说,没给我打电话,看来是不严重,而且她全责 猜得好准 她又问我,你怎么来的? 打车 那我送你回医院,顺便看看我妹妹 顺便看看 你俩之间的亲情这么淡薄吗? 事实证明,顺便看看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的 闺蜜他哥真的就看了一眼,就认闺蜜没大事,然后就走了,把闺蜜气得够呛 我要给我爸妈打电话,跟他们说装直白这个混蛋又欺负我了 这一长串话里,我只听到了他哥的名字,并且迅速询问,你哥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啊 闺蜜不经大脑地回答完,然后才反应过来,你不会是看上我哥了吧 他哥那么帅,刚才还单手开大剧,我怎么可能不看上 本来来医院的路上我就想主动聊一聊,但他哥不是在接电话就是在回信息,我都没有找到说话的机会 你哥没女朋友吧? 闺蜜,女朋友是没有,但我哥是千年铁树,还是不会开花的那种,你别白费力气 不是是怎么知道,说不定我能让铁树开花呢?闺蜜不信,还跟我打赌,如果他输了,就表演倒立洗头 这么狠的赌注让我有点担心,自己可能要跪舔三年 第一次约装直白吃饭失败了,他说周末要加班 第二次约饭也失败了,他说晚上要见客户 第三次想约看电影,闺蜜直接泼冷水,他会在电影院睡着 我郁闷了一会儿,然后决定认清事实,你哥要么真是铁树,要么就是对我毫无感觉 要不然,是投猪也该反应过来,女孩子这么主动肯定是看上他了 闺蜜却说,那也未必,真的毫无感觉,我哥应该会直接拒绝的 可能因为我跟你是朋友?得了吧,他做事从来不看我的面子 哦,那我再试试 闺蜜不仅支持,我再试试,还给我支招 他说加班,那你就说加完了吃夜宵 他说约了客户,那你就问他,见完客户想不想见你 至于看电影,这个真算了,上次我们全家去看,他从头睡到尾 其实闺蜜说的这些,我都会 他大概忘了,怎么撩男人,还是我教他的 换做别人,我早就用上撩男365式了 但庄之白是他的哥哥,算是熟人 我怕撩得太过,万一最后没成,那真是又丢脸又尴尬 不过现在他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无所顾忌,直接开打 第四次,我约庄之白一起泡温泉 他问,几个人?就你跟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我以为他又要拒绝,都想好了下一步怎么说 他却干脆利落地回了我一个字,好 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的意图表达得很明显了,是个成年人都懂 可到了温泉池里,庄之白离我一米多远,我伸手都够不到的那种 而且他还一直在接电话,没完没了地说工作 我往他那边挪了挪,故意用脚尖凑了下他的小腿 他看了我一眼 没有惊讶,没有厌烦 我直觉这人的段位可能比我高,但是已至此,只能先撩为敬 我的脚尖更加放肆,一路从他的小腿往上 越过膝盖后,他微微俯身,扣住我的腿弯,将我整个人往前拉 温泉池水一圈又一圈地荡漾,我扑进了他怀里 别乱碰,他在我耳边低声警告 嗨,跟我玩玉琴故纵呢 我直接亲了他 接吻的过程中,我更加确认,庄之白的段位绝对比我高 他的吻记实在太好了,让我沉迷其中想要更多 可这个时候,我的电话也响了 我假装没听到 庄之白却扣住我的肩头,将我稍稍推远,又朝着我的手机抬了抬下巴 你有电话 不接 他看了眼屏幕上的备注,你妈打来的 我本来还在心里痛骂,哪个杀千刀地挑这种时候打断我的好事 居然是我亲妈 我只好放开庄之白,转头拿起手机,声音里充满了哀怨,妈,怎么了 桑桑你快回来,你爸进医院了 怎么回事 抓小偷从阳台摔下来了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样 要不是庄之白眼疾手快,我的手机就直接滑落掉水里了 他揽着我往岸上走去,声音沉稳,别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到了更衣室,我手抖得怎么都扣不好内衣 因为来之前存了别的心思,所以特意定的情侣更衣室 庄之白就在隔壁 他大概是猜到了我的现状,换好衣服后,敲了敲隔板问,你能自己穿吗 我不能,我手脚都是发软的 但我不能,他难道还能过来帮我穿吗 他还真来了 庄之白,这个人总能在特别羞耻的场景里一派淡定 面对衣衫不整的我,他的眼神很郁,带着极强的侵略性 一寸一寸从上至下看我,让我如同被失了定身术一般,无法动弹 但他手上的动作却干脆利落,很快就帮我穿好了衣服 从泡温泉的地方到医院,二十多分钟的路程他只用了15分钟 车子停稳,我俩个自从一边下车 他人高腿长,走了没几步就跟我甩开了距离 不知情的人见了,还以为出事的不是我亲爹,而是他亲爹 我正准备小跑着跟上去,装之白却停下脚步回头,还朝我伸出了手 如果在半个小时前,他对我这么体贴主动,我一定嘎嘎乐 现在却觉得他只是在怜悯我 或许还在心里觉得我是个遇到点事就没有主心骨的废物 不过没关系,爱上一个人就是从新生怜悯开始的 我跟他手牵手往病房走去 虽然这种时候还想着情情爱爱有点大逆不到 但我觉得我的亲爹一定能体谅我 五分钟后 算了,别体谅了 我以为从阳台上掉下来肯定很严重,不死也得进ICU 结果那阳台是一楼的阳台 我爸帮邻居抓小偷的时候还不忘甩帅 然后脚底打滑一头栽在了草坪上 他的头上确实受伤了 被小石子磕破了一个口子 再迟一点送医院就要自动愈合的那种 我妈很尴尬,搓着手干笑着跟我解释 是物业在电话里没说清楚 邻居又全家出动,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我约了装之白四次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机会 结果被我亲爹亲妈破坏了 可能是太尴尬,也可能是太哀怨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把头往车窗上一靠 浑身上下散发着我是苦情女主的气息 闺蜜还在微信上问我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除了以下,六点,无话可说 装之白把我送到家之后,提醒我记得洗澡 刚才太着急,只是随便冲了一下,压根没洗干净 我郁闷地看着她,想说什么,又觉得还是闭嘴更合适 有些气氛断了,再想要继续,就变位了 我点点头,下了她的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 两天后,闺蜜出院,把电话叫我去接 我问,你哥呢?怎么不叫她接你? 她出差了 哦?闺蜜立刻听出了我的失落 关切地问道,怎么了? 我哥拒绝你了 没,但也差不多 自己那天都主动亲她了 她要是对自己也有意思,不会在之后一条信息都不发 我不得不承认,千年铁术确实比自己的头更铁 你哥我实在撩不动,我认输 那不行,我这几天还锻炼了道力洗头,你怎么能认输 从未见过有人如此迫切地想要表演道力洗头 闺蜜随即又说道,你等着,我去帮你打探一下 不等我回复,电话就挂断了 我心想事情也不会有什么转机 那天装之白之所以跟我去泡温泉还跟我接吻 应该是抱着送上门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心态 然而,两分钟后,闺蜜甩给我一张她和她哥的聊天截图 闺蜜,你对我朋友到底几个意思? 装之白 闺蜜,你要是不喜欢,就直接拒绝,不要吊着她 装之白,我在你眼里是那种人 闺蜜,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装之白,我没吊着她 闺蜜,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后面装之白就没回了 闺蜜说,她哥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对我也有意思 我,呵呵 千年铁术的有意思,果然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决定跟她再来一个回合,要是这次还拿不下,那我就先滚为敬 装之白出差回来的那天,闺蜜及时通知了我 然后,我立刻给装之白发微信 上次你送我去医院看我爸,还没有谢你呢,我请你吃饭吧 装之白,好 我正准备把餐厅位置发过去,她又发了一句,来我家吃 我可不会做饭 装之白,出差很累,想先回去睡一觉,你去超市买食材,等我睡醒了,我做饭 我很想提醒她,我请客谢她,去她家,她来做饭,很不合适 但是这个诱惑太大了,就算不合适,我也得装傻 很快我就收到了装之白发来的家里位置,跟上次去给闺蜜拿衣服的不是一个地方 我反手就转发给闺蜜,询问这是哪里 闺蜜,这是我哥在外面单独住的房子,你怎么知道那里 我怎么知道的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只想立刻去超市,买好食材,然后飞奔过去 买菜的时候,装之白把家里的大门立马发了过来 她说怕自己待会儿睡得太死,听不到我按门铃 这代表什么,用脚趾头都能猜得到啊 我她妈直接乱买一通,火速冲到了她家 如她所说,她确实睡得很死,我进门的声音一点没吵到她 我放下东西,轻手轻脚进了她的卧室 里面开着一盏光线昏黄暗淡的闭灯,将气氛烘托得十分暧昧 装之白,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睡着 她没穿上衣,两条有力的手臂露在外面,顺带露出了一点胸肌 这画面实在太郁了,我有些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 趁人睡觉夺人清白,这好像有点不厚道吧 再者,我毕竟是女孩子,羞耻心挺重的 犹豫了两秒,我准备后退 可装之白这时却突然睁开了眼睛,犀利的眼神直接把我定在了原地 那个,菜我买来了,我没话找话 她点点头,又看了眼床头柜上的企鹅小闹钟 然后说,还早,先陪我睡一觉 陪,陪睡 她说完,起身拉住我的手腕,一个用力就把我扯到了床上 我变成了一个抱枕,被装之白完全圈在怀里 她跟第一次见面一样,全身只穿了一条内裤 我在男性和尔蒙的包围圈中,昏昏沉沉地思考着一个问题 这算是耍流氓吧 为了不吃亏,我也得耍流氓回去 在我乱摸了一阵,把不该蹭的地方蹭了几次之后 装之白在我耳边轻笑了声 我瞬间满脸通红,仰头瞪着她,你笑什么 笑你猴急 是你先把我拉上床的 那你也要给我点时间,让我先睡一觉 顿了顿,她又故意用胡扎蹭我的鹅脚 等吃完饭我再发挥,包你满意 她果然知道我想干什么 可她凭什么认为,一次又一次地心弄我之后 我还会乖乖听话